从B3汽车露营区出来,我们来到了同南服务区这里 同南服务区这里呢,非常有特色 你看,它上面有这个脚药包盒10元 这是用来泡脚用的 然后洗澡的话呢,就1块钱每分钟 然后储物柜免费,干衣机1块钱10分钟 同南服务区这里呢,它有免费洗衣服的地方 然后它还有干衣机在这里 这点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因为其实免费洗衣服的地方呢,很多服务区都是有的 但是干衣的地方呢,却很多都没有 我们正式需要这个干衣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里先把衣服洗好了 空干了,我们再继续往观音谷里去 然后它这里还有给手机充电的地方 安卓的有,苹果的有 还有以前三星的那种,它也有 这里可以刷牙什么都方便 那前面这里呢,它有一个沙发床啊 可以在这里休息,睡觉都没有问题 准备都很齐全 我们看一看 哦,它下面这里还有个白色的 白色这个就是用来泡脚的 就刚才我们看的,十元钱一包 可以买一包,放到这里边泡脚啊 哇,这个配套设施非常好 还有,这里有个办公桌 像那种共享办公的 还有这个插座 方便啊 对了,还有它的这个WiFi 我也试了 非常的快 一点都没有问题 就特别适合一些商务旅行的人 他们中途要停下来 要突然间要办下工啊 开会啊 我觉得来这个同南服务区这里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还可以在这里洗澡 只不过是我刚刚问了 在这里的服务员 洗澡的话 那个地方它还在维修 我们就用不了 那这个是母婴室 可以在这里买孩子啊 或者是干点别的都可以吧 那还有一个摇床在这里 今时今日啊 中国的变化非常大 一切都是以人为主啊 这点变化非常好 那这里还有给小孩子玩的地方 还有当然了 这个餐厅这些配套 肯定是少不了的了 字节了转瞳之后 马上开始洗衣服 洗衣服呢 它这个耗时 一个小时22分 这个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先去超市买点东西吧 超市是够大 不过的话 没有找到我们喜欢的 没关系了 右边这里呢 还有很多吃的东西 我们买点吃的东西 就玩一下电脑吧 现在就一边等洗衣机 在那里洗衣服 我们就一边在这边吃东西吧 买了一个鸭腿 两个鸡蛋饼 这就算是我们的晚餐了 吃完东西 然后我们又工作了一会儿 这个洗衣服的地方呢 地桶呢 也洗好了 那我检查一下上面的烘干机 然后就把这个衣服放到上面去烘干 烘干呢 刚才我们看了嘛 就是一块钱十分钟 根据我们的经验 应该要烘一个小时啊 坏消息啊 烘干机用不了 第二桶衣服我又洗了 那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洗了 然后没烘干 然后我们又不想晾在外边 影响环境 所以我们车里面晾的全都是这个 没烘干的衣服 我的天哪 晚上就陪着这些 试衣服睡了 非常惨痛的经历啊 以后的话一定要 先洗一批 看一看能不能烘干 然后再继续洗下一批了 我们这样子 搞的 不说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个视频再见